拉抬侯友宜選情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日前還幫忙辦參會 場面盛大 只不過明明整場都是來贏自家人 但是仔細看 怎麼每個人胸前 都還貼著姓名貼紙 難不成是怕這尷尬場景再出現 毕竟前陣子侯友宜才把週點論的女兒 叫錯名字 又把新竹縣長楊文科 叫成楊科長 外界分析 跟侯友宜過去和國民黨 保持距離大有關聯 最強母雞成了大隻鞋漫題 外傳不少藍鷹小雞為了自保 何柯文哲眉來眼去 但是怕提名被撤銷 只好轉區檯面下 而前一天率先開槍喊喊侯的藍尾正立文 則無懼黨雞再度喊話 如果無法兼顧 當然要先顧好新北市 國民黨有史以來最弱的總統參選 前立委蔡政委員更爆料就怕七二三國民黨全代會提名侯友宜有變數 當中央還展開統計算投票人數而現在不只選情勘率 侯友宜就連本命區都不挺 根據最新民調 新北市民對侯友宜施政滿意度 僅僅只有百分之三十點九五 跟去年三月高達百分之六十八相比 雪崩下滑百分之三七點三三 超過六成三要侯友宜辭市長選總統 曾經引以為傲 後後做事情的新北市 現在也風雲變色 未來民調如果再沒起色 小雞跳船潮恐怕是國民黨難以避免的未爆彈 三十七五 黃承波 陳彥豪 臺北 從頭到